在一周前呢 已经基本上准备好了 我们的开放一些要素 包括对一些关键 部位的一个消沙工作 以及对水质的一个停工工作 那目前来说 开放的话是平稳有序 目前的话就是 市民朋友的运动的热情 也十分高涨 目前我们开放的项目 有足球 羽毛球 乒乓 篮球 游泳 以健身房 还有越南湾水上公园 基本上目前都已经 恢复了正常的运营 然后从首日的预定情况 来看的话 周末 这个周末 已经全部是预定已满状态 因为这个健身呢 对我们来说 总理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真的开放了 我们也很高兴 感觉就很舒服 因为这冠冽到下天了嘛 非常炎热 然后室内场上打车 轻房 然后场地付业比较好 我们今天在上海 有40家的室内场馆 得到政府的允许可以开业了 今天日子我们一直在 不断地在强化我们对于 员工对于防疫要求的一些 培训 同时我们场馆都安装了数字造兵 接入了数字造兵系统 而且我们定时定点 要对场馆的一些公共区域 进行销杀 确保网维持 这段时间预约的这个情况 需求非常的大 客户的预约的订单 不断地到我们系统来